請問你今天要說什麼呢? 釘鳳大破衛軍 這孫亮啊,他極力要命 三支軍隊一起往吾國這邊開進去 孫亮極的啊 連那種西智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呢,大成諸葛克就過來了 他說皇上啊,不要擔心 您不要擔心 我們呢,國內有一位碩國僅存的 碩國僅存的什麼? 碩國僅存的一位老將軍 哦,孫亮眼睛一亮 莫非諸葛 諸葛先生您所說的是釘鳳將軍嗎? 沒錯,正是釘鳳 釘鳳呢,他以前啊 替我們吾國立下了漢馬功勞 現在啊,雖然是老了 但是啊,雄心未泯 他一直要讓我們吾國啊,成就霸業 等等等等,孫亮就說 您不用再說了 您再說衛軍就打到漢業了 好了吧 那就叫釘鳳過來吧 那諸葛克呢,就把釘鳳給找了過來 釘鳳就說 皇上,不用擔心 您呢,派給我一些援兵 給我三千兵馬 然後呢,三十艘船 這樣就可以打退衛軍了 打退衛軍 所以那樣就想啊 三千個人 三十艘船 一點點援軍 呃,那些援軍的數目 不可以 不可以 小於一萬就是 呃 大於一萬的援軍 三千兵馬 三十艘船 打退衛軍 莫非 丁鳳將軍 想要學諸葛亮的草船戒劍嗎 不對啊 衛軍已經 吃過一次虧啦 還是他想要草船戒人 也不可能啊 難道 衛軍會自己吃毒藥 要自殺嗎 唉 孫亮急死了 但是呢 他只能夠相信丁鳳 他不確定丁鳳有沒有 犯了間接性神經錯亂 胡思亂想症 於是呢 他只好啊 沒什麼把握的 把兵符還有令箭 都交給了丁鳳 丁鳳啊 他派了三十艘船啊 就在如虛口那裡飄游 在那裡做那飄流 飄浮著 在早晨這時候啊 已經是二五二年的冬天了 衛國的大將胡尊啊 他就看著這巫國的風景 他就說 嗯 很不錯的風景 很快的 這裡的巫國的國旗 就會換成我們衛國的旗子啦 哈哈哈哈 爆 好 什麼是 江面上有三十艘船 在我們這裡飄來飄去的 三十艘船 胡尊啊 哈 就拿起了望遠鏡 等一等 有望遠鏡嗎 不是望遠鏡 其實 所謂的望遠鏡 就是拿一個 竹竿 中空的竹子 在那裡看 像望遠一樣 那其實呢 也只是 那個 實際意義 沒什麼啦 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 胡尊就說 一艘船上百來人 還三千多人而已 哈哈哈哈 胡尊啊 他大笑道 這樣子怎麼可能 打勝我們衛國幾萬雄獅啊 哈哈哈哈 丁鳳啊 穿著大臉 大棉袄啊 所有的士兵呢 也都穿著厚厚的衣服 拿著長槍 丁鳳就說 瞧他衛軍 這樣子啊 美 極了 這麼美的風景 我們 把他的攤子給砸爛了如何啊 說完之後啊 丁鳳把頭盔給拿了下來 把棉袄一脫啊 露出了半個刺 呃 露出了性感的胸膛 還有他的褲子 還有說 各位士兵們 丟掉你們的長槍 還有擠 我們拿 刀子 去跟衛軍拼個你死我活 是 這些士兵們啊 立刻 屁裡趴啦 把棉袄全部都脫了 啊 胡尊嚇了一大跳啊 無軍是在幹什麼 要跳脫衣舞嗎 也不至於要在船上跳吧 該不會是要迎接我們的大軍 跳個脫衣舞吧 胡尊啊 越響越色 突然之間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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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連珠號炮一響啊 這丁鳳啊 立刻就 爭先士卒 跳下了船 他拿出了短刀 他就說 擋我則死 一下子啊 所有的衛軍士兵啊 都不管他喔 直接就衝上去 丁鳳就 一刀一個 兩刀一雙啊 一下子啊 殺了很多個人 來了一個將軍 他拿了一支長槍啊 這丁鳳這麼一躲 喔 直接刺向他的心臟 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士兵 拿了仗中的大吉啊 往著丁鳳要刺過來 這丁鳳啊 把這 左手啊 拿了起來 夾住了這個 槍啊 之後啊 拿著刀啊 啪啪的一聲 砍下了那個人的頭 接下來衛軍要怎麼辦呢 請接下來分享 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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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